下一位十五号 嗨 我就是 怎么样 快都顺利吗 挺顺利的 罗征征十五号没错 罗征征十五号没错 不要了 你这是什么大学 没听说过 那你没听说过很正常 从小呢 我文化课不是特别好 净琢磨怎么盖房子 所以考的是二流大学 但校风很好 可能你对我们集团不太了解 我们公司呢 招聘这个设计师啊 条件和这标准比较高 最起码要北京大学图木工程系 或者是清华的建筑系 或者是国外的几家 著名的建筑学院 再怎么说 也得是在国际上的建筑事务所 工作三年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您这是要招设计师吗 对啊 那你首先应该注重的是 设计师本人的才华 哪个大学那么重要吗 我问你 你们公司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名校毕业的呀 你真说对了 我们 尤其我们李总 我们都是名校的 不是吧 我在晚上都查了 你们公司头号大老板 原来那是干包工头白手起家的 那个 就这样啊 这个 我们这个老板啊 他的特长是 不是上次来我办公室找你的吗 你还记得 你和他很熟啊 谁说的 周彩虹啊 他说 这个人是你推荐过来的 我就赶紧过来瞻仰一下 我神经病啊 我会推荐他到公司来 我应该推荐周彩虹当奔委会主席 那什么奔委会啊 奔造相高委员会 我挺严肃的 我多认真哪 你看你 你这后面刚才还有交托接耳子呢 老拿学历几对人有意思吗 好 战总监啊 乔总监有几句话 想问一下这位应聘账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请乔总问 请说一下你最喜欢的建筑的样式 最喜爱的 最喜爱的 故宫 全数一下理由 天元地方啊 九百九九间半房子 以山为品划地为重 又和风水又遵照传统 你们觉着还有比故宫更漂亮的房子吗 好 作为一名游客 你的回答非常好 可是作为百胜公司 我们需要的设计师 不是设计那些 古老的传统的建筑 我们需要设计的 是和当代的生活 现代生活 能够连接的建筑 就是说你们想听一点 现代建筑的构思 其实我还真有点想法 我都不怕你们抄袭 我准备在三环的边上盖一个方形线 上面用玻璃材质做材料 再盖一个拱形的玻璃桥 看出来的你性格很幽默啊 喂 是吗 好 那我等一下派人去 哥哥 哥哥 等一下你再去趟洗衣店吧 有人想买我们的店 这 这 那个不能再去了 上次就差点让那俩包工头 给 给 给堵在那 你那女人那么有钱 她没帮你把钱还上 她的钱不都 都 都让我拿这儿了吗 你想啊 这万一 我再让那俩给抓着 咱之前可就白忙活了 哥哥 你就为了我们的幸福 再去咋吧 这不是别的事吧 不是 这要真是他俩设的圈套 那我就被他们抓走了 爸 你一个人在这儿 多可怜的 你去不去 真不能去 你不去 你不去 我去 别别别 你也不能去啊 那地儿多危险啊 危险就危险 反正我后该让他们抓着 你去找你那个死女人吧 你不要我的 别别别 别急嘛 那地儿咱俩都不能去 咱 咱们好好想想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咱俩都不去 然后呢 能把那个店给卖了 咱能把钱拿回来 哪有什么办法 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总得有人去吧 想想想想 哥哥 哥哥 你就别想了 我们的幸福 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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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 我 我再去一趟呗 来 师傅 我问一下 刚刚那个人从哪儿上了车呀 民发代私酒店 民发代私是吧 谢谢师傅 谢谢 好好好 进 李总 我有话要跟你谈一谈 好 是这样 刚才你跟我说那番话 我回去想了一下 我不是很服气 关于拆迁的问题 遇到亮子这种情况 是经常的事情 如果因为他的胡闹 你就开始指责我 我觉得你太沉不住气了 还有吗 另外 我跟周彩虹不和 全公司都知道 在这么大的公司里头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大家都有可能在背后做小动作 如果你听了某一个人的一些话 而来指责我 我认为对我不公平 听我的意见吗 同学意见还是领导意见 你想听哪一个 同学意见可以领导意见面谈 好 作为同学来讲 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变 做事情 还是那么一味地往前冲 你以为每个人做事的方式 都应该和你一样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竞争 但事实不是这样 有很多人用的方法 是你不屑地 低级地下锁的方法 但是对于这样的方法 你完全没有防范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网上这样的事情 这是你错误之一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在事情发生之后 你第一想到的不是如何去解决 而想到的是 谁说的这个话 谁和谁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 谁又来说你的坏话 你不觉得作为一个项目的总监 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吗 好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会调整自己 但是还有罗征征的问题 我解释过了 他只是为我们家装修 我欠了他的钱 我跟他的关系仅此而已 可是他的面试 你非要安排我去 我认为你在开我的玩笑 我没有开你的玩笑 我是很认真严肃对待这件事情的 另外 我也听说你老公 把所有的钱还有房子都卷走了 你怎么知道的 并不重要 就像你说的 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关系 我们还是老同学 我希望我帮他长毛 你让他开门 我们的职签 还是 你也不介意 我 你是傻子出来 全是 这个 为什么呀 二众 最主要是 做第二轮面试员工的事情 你和人力资源部总监定就好了 尽快给我一个结果 我会的 另外 怡晴 怡晴 你帮个忙 我家里的事情 请不要说出去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周总监 乔总监 我们把话说清楚 打我工作上的小报告可以 但打听我们家的私事 那就是私人恩怨了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复权